今天是立冬,不少民众都会在这个时节来进补 而在淡水的中和里正好在今天举办共餐活动 因此更准备了麻油鸡还有油饭 还有许多的菜肴要让长者来进补一下 并且现场还有卫生所邀请讲师 不只是教长者做运动操 还教大家怎么预防失职 今天正好是一年一度的立冬 不少民众都会在这个时节进补 而这淡水的中和里也正好在今天举办共餐活动 因此里长以及志工们更准备了许多丰盛菜肴 要来给长者补冬 而里长说今天特别提早到市场亲自买了许多鸡肉 并且自掏腰包为长者共餐加菜 就是要在立冬时刻让阿公阿嬷们好好地进补 今天刚好保冬的日子 所以今天特别我们煮麻油鸡酒 还有油鸡肉也只要讲车操 把所有我们中卫师大先补一下 当然现实有我们这个卫生所 有来叫老师来上課 我们中卫里我们这个柯定是这个私自友善的社区 里长表示在中和里的每个月 第一与第三个星期三都会举办长者共餐活动 而今天刚好遇上了立冬 因此更准备了麻油鸡油饭等许多的菜肴 让长者来进补一下 并且现场还有卫生所邀请讲师 不只是教长者做运动操 还教大家怎么预防实质 这两年我们卫生所持续在中和里的活动中心 办理设计健康营造计划 那接下来啊 从下个礼拜三开始 我们连续12周 就是延续政府 就是因应长照2.0的每一 我们要办理预防及延缓失能的长者运动班 所以接下来连续12周的礼拜三早上10点半 我们都踊跃的鼓励这边社区的长者出来 新北市政府推广长者共餐运动 已经超过7年的时间 为了让长者能够一起走出户外 许多社区 邻里都早早开始举办共餐 但是共餐可没有这么简单 除了要有一颗热忱的心之外 有效的运用资源也是相当重要 而淡水卫生所表示 为了与中和里有更多的配合 未来每个星期三连续12个星期都会来到这边 带来许多长者延缓失能的课程 记者许多人一 淡水采访报道